不说我爱你 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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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冗芸 哥 宁甸呢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发生了什么事 宁甸 只给你留下一封信 你看看吧 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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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结婚前的这一夜 我却仍然无法让自己试人 我发现我自己根本无法接受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 就蒙上了欺骗的阴影 所以我决定退阵 杨芮 谢谢你这段时间带给我的幸福 而现在该轮到我 把你的幸福还给你了 去找安心吧 它更值得你珍惜 当你见到她 也请你替我转告她 也请你替我转告她 她赢了 我也没有输 我和她一样 都是因为爱 而选择了放手 杨芮啊 你过来一下 怎么回事啊 婚礼取下了 朱宁走了 什么 她怎么能这时候走呢 她退出了 退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回来再跟你解释吧 小蕊啊 你看亲朋好友都来了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杰哥 嗯 你摆错了 你 你要是累了 就去歇会儿 我没事 你去休息吧 哦 阿静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怎么这么问啊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你搞砸什么了 我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开个小小的茶庄 和我亲爱的人在一起 好好地过一种安静的生活 没有人打扰 娶其生子 白头偕老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傻 不会呀 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一切都破了 都破了 杰哥 你别这么想 你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 你要振作起来 我们是真的爱过吗 我就只是一个梦 杰哥 你说的 是你和安心姐吗 是你和安心姐 你和安心姐有疯了 你也没关系 你和安心姐姐们 不管你 你很想离开 你很浪费 还不 IL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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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啊 是不是找毛洁啊 不是 我不找杰哥 我找你 找我什么事啊 有些话 电话里说不太清楚 有点急 你能过来一趟吗 好 那我马上过来 好 毛洁 阿静你找我有点事 我过去一趟 那中午 你给孩子做点饭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 小哈妈妈走了啊 嗯 你乖乖玩啊 嗯 拜拜 妈妈再见 嗯 小哈问你个问题 你喜欢毛洁叔叔吗 喜欢 那你还觉得毛洁叔叔是个坏人吗 我 我再问你啊 嗯 杨瑞爸爸回来陪你的话 你会更高兴吗 高兴 我也高兴 嗯 来 毛洁叔叔刚才叫你唱的那首歌 你再唱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 小小的一片云啊 慢慢地走过来 请你歇歇脚呀 暂时停下来 拜拜 拜拜 小的一拥 好吧 你也想跟主要啊 忍物 啊 不 沈浩 沈浩 艾欣姐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我买了一个MP3 但是它好像出了点问题 听不太清楚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呀 这里面可是录了申请版的 唐氏三白首 很感人的 听听看嘛 安心 是我 请原谅我 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你重逢 我是害怕自己想说的太多太多 而面对你的时候 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口 安心 你能陪着我的商业一起走下去吗 我会在路的尽头等着你 在你宿舍门外的最后一次分别 我痛苦得几乎快要死了 但现在想来 当时你又是怎样的心情 我几乎都不敢回想 要不是钟宁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了我 我只怕就要彻底失去你了 但是安心 我一点都不怪你 是我自己后知后绝 让你一个人承受了这些无法承受的痛苦 幼儿园 这里发生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极端 既有找到你的喜悦 又有发现毛姐在你身边时候的难以接受 甚至还有痛苦和小孩告别的绝望 你能理解吗 你和毛姐拿出结婚证的时候 给了我致命一击 我当时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 你怎么能在和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对我那么绝情 不给我留一丝余地 可惜 当时我眼中看到的 都是你完美的眼睛 没有看到你破碎流血的心 就是在这里 你彻底推开了我 要不是钟宁 我到现在也无法知道 你为了我都付出了什么 现在既然我知道了一切 我就有了和你一样的选择权 现在该轮到我付出的时候 钟宁说他愿意祝福我们 那现在剩下的就是 你愿意把发生的事情 都当做对我的考验 再给我一次拥抱你 保护你的机会吗 就要算要他 你那边就要走 有的那边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放心吧 杰哥 你说 按心姐和睿哥 结果会怎么样啊 那你说 要是他们 我是说如果 他们要是和好了 那 那你怎么办啊 我会祝福他们 但是 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 我只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 无论结果是什么 是 我来了 这一次我不会再走 杨蕊 对不起 我身上有使命 我必须去完成 我懂了 小哈 你看谁来了 爸爸 爸爸 小哈 想爸爸了吗 想 爸爸这次再也不走了 好吗 是真的吗 说的是真话 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对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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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喝水 我回来睡 爸明天来看你 睡吧 睡觉 那我就睡了 明天见 阿静了 走了 他们都睡了 睡 是 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 你救了我一命 你开车的技术真不错 你开车的技术真不错 你功夫也不错 你还在练跆拳道吗 好久都没练了 你应该多练一练 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超越安心 你说的没错 要不然我怎么保护她呢 你可以的 阿静这女孩不错 你别来这逃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 看我这根本的 那你心里肯定明白 你心里肯定明白 阿静她是个好女孩 今晚有一天 她可以碰到一个好的男人 他现在看上一个好人的男人 是谁我不用说了 找点醒吧 我真的很高兴 我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能交到你这个朋友 是我的幸运 我也是 怎么样 要不要去喝两杯啊 过几天吧 我陪你喝个痛快 可是我明天要上班 好 你要哭你就睡吧 我再坐会儿 你要多欣赏这里的风景 这样 你会消除你很多烦恼 我这也是 好好珍惜它 我会的 我会的 地团 圆 杰哥 你 你这是 是 看一下开关 你修好了 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杰哥 应该不会再坏了 我 我给你买了一件T恤 你 你看看合不合适 谢谢 我有帮你进了些活 我放在后面了 这段时间你就不用麻烦了 你 你真的要走了 是吗 要是我已经放在盒子里了 你一定要去找你哥吗 这事太危险了 我不让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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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我一起走 要带我一起走 我 这件事 真的跟你没关系 你别傻了 我不傻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跟你有关系 杰哥 千万要小心 我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一定会回来的 我等你 你怎么会回来的 你怎么会回来的 你怎么会回来 你怎么会回来 好 喂 喂 潘队长 毛姐走了 她走了 去哪儿了 好像是去找模仿了 怎么回事 你们那边怎么那么乱啊 潘队长 还有一件事情 要向您汇报一下 说 那个 杨瑞来了 她怎么来了 这 这个我 你们那边怎么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呀 我把你安排在警塔 就是为了你的安全 那个地方是我们一个秘密的地点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还知道不在里面组织剧里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 我会派人去接你们 那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是 好就这样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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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人进来了 你们回来了 潘队长 潘队长 小哈也回来了 潘队长好 还有糖吗 你要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来 叔叔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看 谢谢潘队长 不客气 这儿啊 你们俩先带着孩子和杨瑞 回宿舍休息 杨瑞 你呢就住在一楼 以后找之间我想找你好好聊聊 好 安心 你留意一下 小哈 小哈 给叔叔走 走了 谢谢潘队长 谢谢潘队长 好 切吧 走了 安心 坐 安心啊 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潘队长 我知道 潘队长 你做这一切的安排 不光是为了抓住毛放 而且还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但是毛放的案子一天不了解 我一天就不能安心 我一天就不能安心 您知道这个案子对于我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不是不让你参加这个案子 我们在明处它在暗处 我怎么可能让你再去冒这个险呢 可是我不出现 毛放就不会有行动 我们就抓不住他 那也不行 潘队长 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我会对我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任 你为什么 总不能让我自己干点事情呢 我 想向你汇报一些情况 说 王梅的骨灰盒 是毛放盗造安葬的 我查到了他安葬的地点 并且差点和他交手 可惜让他逃脱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入手 这样 你先去回去安顿一下 然后马上带着你掌握的这些资料 来对联来找我 好 去吧 小哈 乖乖地听老师的话啊 好好和小朋友玩 老师 这个是我的电话 好的 小哈有什么事情晚上打给我 好的 没问题 小哈 小哈 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吗 好 从今天开始 爸爸每天来接你 走 乖 小哈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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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吧 这锅多少钱 这八十 最新出厂的啊 便宜点吧 这还贵啊 没这么便宜的嘛 太贵了 这个呢 这质量多好啊 报告 进来 潘队长 除了以前我给你的那些资料以外 这是我新画的一些地线路线草图 请你看一下 好 喂 你的杨瑞 现在在陪着我 王放 你想怎么样 这儿 姐夫这号碗 你也一起来凑个热闹吧 我们在天顺潮市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迟到的话 我不敢保证他的安全 记得不要把你的小朋友们带过来 在这儿 我可不缺人知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你千万不要伤到他 好 好 好 包放劫持了杨瑞 他让我去潮市 你能确定 杨瑞在他的手上吗 他用杨瑞电话打的 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呢 他以前就威胁过杨瑞 杨瑞斗不过他的 大家注意 一组 对天顺潮市进行秘密布库 二组联机特警队和北区分局 配合行动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王放手里有人治 很可能还会有枪支 我们一定要保护周边的群众 一旦救出人治 可以对王放实施现场击毙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准备出发 是 潘队长 那我怎么办 等一下 做好营战准备 得要记住 一定要听从指挥 是 来 安心 要小心点 喂 你真的不听话 叫你不要把小朋友们带来 你还是把他们带来了 我们现在在超市后面的小路上 过来陪我玩玩吗 来 老板 走了 走 安心 杨润 杨润 快 王放已经跑了 封锁所有有入口 注意把握军中 快 是 杨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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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领教过了吧 好在没出什么大事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休息两天就会好的 这样啊 你们两个人 这两天就待在家里 哪都不要去 我会派人二十四小时 保护你们的 潘队长 我想参加接下来的行动 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这毛放还在逃 你们两个人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一会儿 你带杨润回宿舍 好好休息啊 潘队长 对不起啊 现在说这些 已经没有用了 潘队长 我放电话 再来 穿舞 他的收音 既然不能在一起 何苦相见又分离 分离之后 又何必 衷去 命运埋下了伏笔 早已余舍了而起 渺小的我们无能为力 这条路走到这里 不能再延续 越亲密越树立 越忘记却越想起 我看着你 抓不住你 明明靠在你怀里 却孤枯无依 最远的距离 是相爱却不能相聚 只能说可惜 想念这里 你又在哪里 你的泪挥之不去 堪住我呼吸 最远的距离 是无法触摸的回忆 神埋在心底 大余正在心底 最远的距离 生活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